空旷的公路上戴着眼镜一脸斯稳的姜哥持枪而立 迎面一辆油罐卡车驶来 砰砰两枪都没打中 打在了玻璃窗上 姜哥再起一枪 司机却被吓尿了紧急刹车 堪堪停在姜哥身前 姜哥是洛杉矶西区一名警察 历经三个月的调查 终于确定毒品就在这辆油罐车上 但当地警方前来查看 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对 甚至愤怒地指责姜哥无端生事 姜哥没有反驳 直接对着油罐来了一枪 白花花的毒品不断地涌了出来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姜哥立下大功 媒体大肆报道 而报纸另一面 是另一名猛警的新闻 他叫库石 是东区一名警察 一直以来 他和姜哥都在争夺警王的称号 群众爱戴他们 犯罪分子却对他们又恨又怕 尤其是黑老大 对二人很是头痛 光是姜哥这次摧毁的毒品运输链 就让他损失了一亿美元 为了清楚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黑老大想出了一条 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毒计 一日 一名杀手来暗杀库石 被抓后 杀手在库石的逼供之下 不情愿地交代出 今晚会有一场军火走私交易 很快 姜哥的队长也窃听到了这条情报 当晚 库石和姜哥跟踪黑老大的保镖石 撞个正着 但重任当前 二人暂时放下成见 合理办案 当他们冲进交易现场 却发现保镖不知所踪 交易人也早已身死 恰在此时 负责这片区域的警察突然闯入 不容二人辩解 以涉嫌谋杀 逮捕了他们 法庭上 警察声称 死者是警局的卧底 他佩戴的窃听器 录下了姜哥和库石 贩毒的重要证据 被收买的专家 也证实录音 绝非伪造 而杀死交易人的手枪 也被证实是库石的 那个洋装被捕的杀手 也谎称 是库石殴打 逼他作假 证据确讶 姜哥和库石 难逃制裁 英雄与罪犯的转变 被媒体大肆报道 二人的律师 也无力挽救局面 只能劝他们 大失话效 争取从宽处理 去轻刑犯监狱 待一段时间 事已至此 两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便统一口径 在法庭串供认罪 最终二人被判十八个月 有期徒刑 然而 黑老大对二人穷追猛打 买通狱警 在押运中途换车 将姜哥和库石 送进了臭名昭著的 重刑犯监狱 这里的犯人 一半以上是姜哥送进来的 另一半则是库石送进来的 当晚 黑老大就买通狱警 绑走了睡梦中的姜哥和库石 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 两人临危不乱 还有心情开玩笑 说这是迎新晚会吗 一名西装男走出来 用刀在姜哥脸上比划 玉面飞龙 你不是又帅又能打吗 打一个试试看啊 两人照做了 率先出手 左冲右突 力战群贼 可一不小心 二人被一壮汉锁住 接着 其他人一拥而上 活住了二人 二人被吊在水池上 交替放下 承受电击的折磨 犯人们以此为乐 想看看谁会先撑不住死掉 就在二人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 监狱长助理突然带人闯入 原来 监狱长助理曾是库石的师父 他一收到消息 就马上赶来解救徒弟 老师父对徒弟的处境很是担忧 黑老大绝不会善罢甘休 那些犯人也不会放过姜哥和库石 而师父更不能一直保护徒弟 平安蹲完大牢 所以他们唯一的活路只有乐狱 老师父会为他们安排一份工作 准备好工具 到时 他们可以砸开院子里的公共警道进入 等老师父关掉其中一个风扇 打开通气门 他们就能顺着警道 直打监狱外面 然而 谨慎的姜哥不愿相信库石的好心师父 他觉得 这也许是另一个圈套 但库石和师父相处了15年 很相信对方的为人 于是 库石便单独展开了行动 乐狱非常顺利 库石进入警道 安全通过了停止的风扇和通气门 却不料 他刚打开门 师父的尸体就滚到了脚底 被买通的狱警和犯人们 也随即杀了过来 库石健壮赶紧后撤 但风扇已经启动 退无可退 通气门也很快要被攻破 千军一发之际 姜哥及时赶来 用铁管逼停了风扇 他们看过监狱的平面图 知道还有一条高风险的乐狱路线 时间紧迫 也来不及细细计划 只能凭着矫健的伸手 翻越重重障碍 来到监狱边界的房顶 这里的高压电线通向外界 划过去就能逃生 虽然很危险 但被抓住的话 那是生不如死 还不如破釜沉舟搏一搏 接着 库石纵身一跃 紧抓电线 抽下皮带当滑轮 成功越狱 就在姜哥准备效仿的时候 紧盖打开 紧追而来的一个犯人 用铁链勾住了他 姜哥被他缠得无法脱身 其他援兵也即将赶到 情急中 他系上心头 故意把犯人引到高压站旁 然后用力掰开钩子 让拉扯铁链的犯人 倒进高压站中 活活垫死 而后 两人在监狱外分道扬镳 姜哥告诉库石 要想找他 就先去歌舞厅 找他的妹妹凯瑟琳 两人分头行动 姜哥去找陷害他的警察 库石去找做伪证的专家 但是警察却在反抗逃跑中 被黑老大安排的汽车炸弹 炸死了 好在专家这边还未遭毒手 可他只是收钱做事 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专家录下了 他们之间的交易对话 晚上 库石来到歌舞厅 寻找姜哥的妹妹 却没料到 大批警察也在这时追踪而来 幸亏舞台上的凯瑟琳 看出了端倪 假意调戏警察 为库石争取时间 库石被带至后台 戴上假发 化上浓妆 避开了警察的搜捕 这造型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之后 二人在凯瑟琳家碰头 姜哥的队长也来了 他说 现在联邦探员在负责这个案子 只能为两人争取24小时 并且 队长还给出了 当初引姜哥和库石 入套男子的姓名住址 此日一早 二人直奔地址 将保镖抓获 一人一只脚 将其倒挂在高空上 保镖却脏话连篇 有恃无恐 还说天台的风景 真是不错呀 无奈 两人只能实施B计划 一枚手雷 放入保镖嘴中 再拿胶带风上 两人一人唱红脸 一人演白脸 在那假装标起戏来 一番争论后 库石放弃了 给保镖说 你惨了 我拦不住他了 说完 就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而后 姜哥将隐信慢慢拉出 保镖瞬间吓尿 只能干瞪眼 姜哥一把撕开胶带 黑老大的名字 脱口而出 保镖还交代 黑老大现在就在一座 废弃机场 二人得到情报后 找到库石的科技天才朋友 要了一辆改装的战车 就此上路 晚上 姜哥和库石驾车 直接闯入机场 却不料 黑老大早已布下天罗帝王等他们 大战 一触即发 武装车辆全员出动 追着二人猛烈射击 还有导弹在身后 狂轰乱炸 甚至在机场外围 也有密集的火力 阻止他们突围 但库石车技非凡 接连不断的蛇皮走位 让追兵都葬身在了 自己人的炮火之中 然而 两辆工程车突然来袭 将他们的车 夹成了奥利奥 二人见识部队 赶紧跳车 分头干掉了两边的司机 占据了主动地位 不多时 外边的武装人马 就已被全部清除 但奸诈的黑老大 还有后招 他启动了建筑的 自毁装置 十一分钟后 这里将成为一片废墟 当姜哥和库石 杀上总部的时候 却发现姜哥的妹妹 被绑架了 而之前被耍的黑老大保镖 对二人很是不服 自命不凡 将凯瑟琳扔给老大 准备以一敌二 一血前耻 结局当然是惨不忍睹 连一个都打不过 更何况是两个肌肉猛男 这时 黑老大和保镖 犯了一样轻敌的错误 还以为自己有了人质 能让二人投鼠忌气 去想不到 两位都是开了挂的神仙 怒刷两个暴头 黑老大当场去世 在自毁装置倒计时的 最后几秒 三人顺利逃出了爆炸范围 最后 姜哥和库石 通过专家提供的录音 洗清冤屈 还因捣毁犯罪集团老巢有功 再次成为了英雄 重回警队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